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欢迎收听收听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星期六问责 今天继续有我彭德章和苏啟智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早晨 早晨 凡德章 早晨 先和大家讲靶墙的消息 今天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 青山靶墙进行射击练习 日间练习时 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 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 各家人质切勿进入区内 以免发生危险 今周六想和大家讲一讲有关基层医疗方面 为了加强基层医疗服务的管理 医务卫生局在上月宣布成立基层医疗署 就会负责管理基层医疗服务的供应 标准制定 质素保证和基层医疗专业人员培训 当中也涉及到整合一些 现在在卫生署 医管局等等提供的基层医疗服务 这样是否可以强化基层医疗在社会的发展 和进一步推广一人一家庭医生的概念等等 另外和基层医疗相关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 现在提供针对性的资助 让市民在私营医疗服务界接受诊断 管理慢性疗病像糖尿病高血压那样 推行了一段时间 成效是怎样呢 有没有什么改善空间可以令更多市民参加呢 关于基层医疗方面 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发表意见 今天直播室的嘉宾就是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非收医生 欢迎彭医生 早晨 张喜智 我们先简单说一说 例如你觉得现在市民在基层医疗这方面 他们的认识或者风气够不够 政府的服务够不够落地呢 在过去那段时间 市民其实在健康方面 和对于自己的预防工作方面 其实都意识是大大提高的 所以当我们推出基层医疗的时候 其实市民在这方面的反应 都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所以在我们发展基层医疗 最主要是想在医疗系统里面 除了医院专科 其实我们要发展在一个 以预防为重的一个医疗系统 让市民平时其实已经要儘量自己健康 然后我们有一些资助的层面 就让市民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识 譬如如果真的需要做一些疫苗注射 或者一些慢病的西巢 或者癌症西巢等等 其实有这个途径可以做到相关的服务 最后当然当它真的到了一些疾病 是需要看尊科的时候 我们就都觉得是 它是有一些家庭医生的建议 到尊科的时候 它知道自己其实应该接受什么资料 但是比如说市民的意识是提高了 但是在服务方面 你觉得那个步伐的速度算是怎样呢 在推广这个基层医疗方面的难度在哪里 其实在现在来说 香港两方面 一个就是专业方面 其实香港我们很多医护人员 在提供基层医疗业关的服务 只不过在那个社区里面 我们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制度 还有大家可能都是一个丹丁服务 比如你去见一个医生 他们在一个试所 但是其他的支援服务其实是未必足够的 或者未必有一个联网的 所以在现在我们建立的东西 就是说在大家生活的每一区里面 会不会有一个基层医疗网络 大家其实可能见开自己的家庭医生的时候 也都有护士在试所 比如看见中心里面护士 又或者将来我们购买的一些服务 其实都是针对某些疾病 可以让市民就着他个人的健康风险 提供相关的服务 新的基层医疗署成立了 跟现在我们的卫生署和医管局的职能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这个署又和公司仍有关系 这些角色是怎样的呢 现在我们其实在卫生署 其实都有一些基层医疗服务 包括妇女健康 长者健康 这方面的服务 其实在市民接受服务的时候 和医冠局现在属下提供普通科门诊 其实有些重叠 而本身我们在发展 在市民提高他们的意识方面 针对性都未必足够 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发展医冠局的基层医疗的时候 其实它和专科之间 其实都有些重叠 因为本身来说 大家可能看到 哪些人应该看家庭科 哪些人应该看专科 其实都是有些模糊的 所以在未来在这两方面 我们都会做多些功夫 当然社区的医疗网络 地区的医疗网络 我们都很重视要发展出来 令市民可以在自己的家附近 就已经可以拿到相关的服务 听到很多重叠 你认为市民对于自己 应该去哪里看病 或者去跟进自己的病情 是否清晰呢 令到他们知道去哪里看医生 是否未来这个厨的首要的工作 这个是其中一项 当然我们其实是想市民最终 提高自己 就是管理自己健康的 一个最终负责人 因为今天服务 如果我们是以专科为主 其实市民有时候有些依赖性 很多时候都是靠 我看专科医生 他告诉我吃什么药 但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的健康 其实他应该是一早知道 然后应该有相关服务 他可以找到 给他相关的资讯 去哪里去拿这些服务 因为医生 其实家庭医生 其实不是一个 我们以一个诊所的意思 其实他是说 一个家庭医生 去提供相关服务的时候 也都要建议市民 在哪里可以拿到相关服务 因为不是所有家庭医生 去做了所有事情 譬如现在社区里面 我们都留意到 譬如有关的药剂师 有关的物理治疗师 甚至护士 其实在哪个地方可以提供相关支援 其实对家庭医生 制度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明白 医卫局研究新法例 赋予新处定立一些 基层医疗服务的法定 我们看资料叫金标准 这个金标准 听下去 其实涵盖什么范畴 例如用什么质素去制定 和现在我们知道的医委会的 职业操守 管治医生的有什么不同 其实在我们推基层医疗的时候 我们发觉我们都需要 有一部分 需要一些法律上的支援和框架 我们才发展到服务系统出来 我们其实最主要是断着服务提供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市民 他接触医护士 除了医护士的专业操守之外 其实他提供给他的治疗 或者他应该得到什么服务的时候 其实各方面都应该有一个准则 和一个标准给家庭医生 他应该提供什么 提供到哪一个水平 甚至其实他跟其他的专业人士 譬如如果护士之间 其实那个工作关系 其实基层医疗要有一个清晰的理念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些基层的医疗明察 也都要制定一个服务性的标准 这样令市民其实要明白 他接受某些服务的时候 在基层医疗方面 应该达到哪一个水平 譬如在于病人来说 看回处方的 即未来的规管的准则 就说不会直接规管医护人员 但是就处理好像医生 你刚刚说服务质素 收费等等投诉 但是有需要 就会转嫁去医委会 譬如市民面对了一些问题 他怎样去分 究竟去医委会先 还是在基层医疗署 先反映呢 我们在现在来说 都在商讨阶段 其实服务准则 在很多世界其他成熟发展 基层医疗的地方 都有相关的一些 定立一些标准 香港在这一方面 我们可能叫做起步 如果将来市民 他在地区有康健中心 现在来说 很多市民 他和一些家庭医生之间的问题 他都会懂得找康健中心 去进行一个查询 甚至他觉得 需要康健中心介入 我们现在都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当然当我们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标准的时候 在家庭医生 我们购买的服务里面 甚至他去了一些 其他的服务专业里面 其实他应该接受 去到哪些服务 譬如这样说 我糖尿病 理论上 我每年都应该 验一次糖化血红素 这些其实在今天来说 我们其实很靠 专业人士 自己自动去做的 但是将来 如果有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 给血糖尿病的病人知道 其实这件事是一个 他需要拿到的服务 但是有没有一些 具体的例子 就是市民面对什么问题 或者所谓的金标准 是什么 觉得他不符合 就可以向你们反映 就是那个标准 可否具体再说 其实今天来说 我们还是和业界 相讨相关的框架 因为本身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 专业方面的标准 或者是某一些疾病 上面提供服务 虽然专业上 我们有些自己的指引 和临床的规限 但是其实有哪些东西 可以拿出来 是市民都共同知道 是 业界亦都共同遵守 当然 如果我们 因为其实现在 我们提供的很多资助服务 一定是要去到那个标准 也都希望市民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真的发觉 其实你摆出来的标准 还没符合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找我们的 那个基层医疗署 那么处方日后 有些什么的法定权力呢 可以审核和监察 这些服务提供者和标准呢 如果那些真的不合标准的时候 怎么处理呢 是的 其实当我们现在 本身来说 我们在那个服务方面 通常我们未必是 很个人化的一些东西 有时候我们有几种方法做的 第一个就是 比如说 你临床的稀查 其实在医疗界 其实临床稀查 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 就是一些疾病的处理 到底它是大部分造成的 有些地方是不是 有些地方是 因为个人的原因 是不需要做 需要做等等 这个是一个 临床稀查的标准和审查 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我们见到一些转介 转介其实也有一些标准 其实当两个医护人员 互相沟通的时候 其实那个资料 将来如果我们在收集 有关资讯方面 有法定的权力 也都可以知道 相关的做法 是否合乎我们的标准 所以在现在来说 我们都叫做 跟业界会进行商讨 来定一些大家共识 将来在制定相关法 那时候才会更加有效 但如果真的不合标准的话 有没有什么具体方案呢 其实这个标准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看的严重程度 很多时候 我自己知道 香港医护人员的水平 都相当高 只不过当他们做了一些服务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提醒他 或者有人告诉他 其实有些东西可以改变 或者令他做得更好 其实我们通过一些直接沟通 这是重要的 第二 当然我们在服务发展标准的时候 也跟相关的培训要挂勾 因为有些相关一些服务提供者 可能对于服务是不了解 所以我们培训也要培合 最后当然去到 如果直接影响到市民的身体健康的时候 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这个我们还是与业界商讨的 去定立标准的原因 会不会发觉到现在 就是出现了医生 你刚刚所说的一些问题 譬如在专界方面 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 其实现在是有没有记录去看的呢 即将来去判断他们有没有符合标准 是否将会取得更多的数据 其实现在我们一说起专界 sorry 通常是说医生和医生之间的沟通 但是其实知道很多 在基层医疗来说 其实很多被护士与医生之间的专界 里面是社区里面 大家是提供着不同的 叫做提供者 属于不同的机构 也有譬如药剂师 和家庭医生的沟通 甚至将来物理治疗师 我们都知道 他们都想和相关的医生有接触的 这些将间的转介 都是属于那个范畴的 然后我们有个基层医疗的疾病 譬如有些慢性疾病 或者一些疾病 是有些应该转介的时候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市民觉得 在某些情况 其实在家庭医生 社区治疗是更加好的 不是用来做 其实我不让你去哪里 而是希望他明白 当你和家庭医生 有一个长远的关系 而不是只是去到那里 有什么病 有医头和医脚的做法 因为想有一个 比较全面的健康的 一个基层医疗的做法 好的 关于受规管的服务提供者 其实除了一些医生 门诊 西医 其实是否都包括护士 牙医 中医 脊医 或者物理治疗师等等 甚至乎是 营养师 燃与治疗师 是否都会受规管 我们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想将来 那个地区网络 其实是有一个名冊 那个名冊里面 可以帮他们建立相关的网络 当然当它有这个网络的时候 我们很多资助项目 资助性项目 都可以放进去那个网络 因为它有一定的服务水平 准则 也都清晰地界定给市民听 公开和透明更多 所以当有一个地区网络的时候 里面一定是包含不同的服务者 包括医疗师 包括护士 药剂师等等 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很强 我们需要积极发展的 在社区医疗方面 有更多角色的 一个服务提供者 我们讲讲转介病人 处方现在会订出一些 转介的专科的标准 但应该是用什么方法 你会用什么准则去分流病人 去转介病人 目前私家医生 就将病人转介去医院局 专科门诊的时候 又需不需要遵守一套 同一的标准去做这件事 我们现在头头发展 其实最主要针对一些 资助性的计划 一些专科和基层医疗之间的 规则 但这件事 当我们如果将来 真真正正发展到 很成熟 成为一个专科和基层医疗之间的 分工 我们觉得其他机械 可以积极来参考 以及适用 而我们当然 在整件事 我们的整个目的 其实真的 是想市民明白 自我管理健康 和由家庭医生的支援 和一个社区服务 令到一些轻的病 初期的病 其实更加好的 不是说你一跳进去专科 一个人 我试过看到一些 年纪大的市民 他可能一个人 在看10个专科 其实他只是看专科 每个月都忙到 过不了 那个时间太多 其实如果一些病 其实本身未必需要 那么多的专科的服务 而一个家庭医生 可以跟进到 其实是未必需要 去到这样的程度 我想问小一点 医管局 可否将专科门诊 可否拒收一些 不符合这些 转介标准的病人 其实现在 其实现在来说 医管局的专科 已经可以拒收了 因为他譬如说 有些转介信 是六个月之前写的 其实他过了六个月 医管局都可以说 我不收的 因为他的病情 可能已经不同 但是第二件事 当然 我们现在最主要 没有清晰界定 哪些转介 譬如一次性 哪些转介是多次性 有些是互相 叫相向转介等等 这些定义 其实需要慢慢去商讨出来 我们就觉得 其实在今天来的情况 是没有什么人讨论 这件事 其实是大家的 专科和普通科门诊之间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好像做到 只是觉得这样就算了 但其实有时候 医生都很无奈 因为他可能觉得 市民想这样 他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 叫做参考 他都很难做出一个决定 那会不会有情况 就是你知道私营的 专科服务贵一点 那如果便宜一点的 公营专科服务 在收紧门槛 会不会变相 那些病人 可能有病 尤其是看专科 都不看了 因为那个价钱问题 所以其实 在将来发展 基层医疗的时候 我们其实最主要 是有一个 资助的项目 被市民去选择 因为大家知道 今天一个市民 他好像 除了 慢性疾病的时候 除了供应系统 他觉得好像其他地方 都没有一个可以选择 但是大家又明白 如果我可以用 一个有些资助的项目 针对某些疾病 我可以在私家医生那里看 其实那个服务 可能是更加理想的 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市民 不是可以多一点想 就是有一个 资助范畴的 一个私家服务 所以我们为什么 基层医疗署 是现在和策略 采购署 是一个很伙伴的关系 我们是在社区里面 看着一个策略性 就着某一些 对市民更加优势 可以做到 在有资助下面的一些服务 给市民更加多的选择 是 说着万病共治计划 其实计划 就是资助年半45岁市民 以共赴的模式 由家庭医生去做西查 管理譬如 糖尿病 高血压等等 那套的商向转介机制 就是可以经家庭医生 评估之后 就是如果有临床需要 就可以安排 去到医冠局 专科门诊 去接受一个 一次性的内科专科咨询 那个一次性的咨询 对病人的治疗 的作用有多大呢 在什么情况之下 病人是可以 进入医冠局的体系里面 其实这个就是 正正我们在今次 就放进去 看其实商向转介 这个模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因为施家 其实在今天 施家医生 他在社区里面的时候 他平时可能 现在比较少看慢性疾病 就是他比较多看 偶发性疾病 当我们推出 这个慢性疾病 治疗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建立一个 长远关系 长远令到那个家庭医生 其实很了解 那个市民的病情 你要知道病情很多时候有些变化 当那个糖尿病 可能他的控制去到比较差 他又找不到特别原因 于是他需要一个专科 给个意见 令到他在药物方面 又或者在检查方面 做出更进一步的测试 所以我们现在手上看到 部份的伤症转介 最主要是因为家庭医生 对于市民 譬如是糖化血绒数是偏高 他觉得需要看看 是否这些药物方面需要调校 回来之后 他继续复诊 他发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当然 我们也试过的个案 就是说 那个家庭医生觉得 其实那个市民 去了专科体制之后 走着他有些心脏病方面 是否风险提高了 其实都试过 是即时由专科医生 就见到 然后就即时处理 其实已经是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一方面 它是一个很有效快捷的方法 因为大家都清晰对方的病情 而作出的决定 就不像每次都是看新症 由头开始了解 另一方面 市民当他知道自己的情况稳定 其实回到自己熟悉的家庭医生 其实是我们过去的光源更加好的 看回资料 今年5月2日 就只有13个万病共治计划 那个资料有更新 你再告诉我 就参加者获了安排 透过商向转介机制 已经接受 属一次性质的内科专科咨询 这个数字 计算大概都不够0.2度 会不会不是太理想呢 还有有没有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我们预计之中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家庭医生 是想留住自己的市民 在自己那里跟进的 我们都在过去 大致上我们都看过 其实在糖尿病 比如糖尿病 血压膏 其实大部分市民 在吃1.3粒药 每天 其实是不多的 是很轻的 一个疾病处理 因为今次我们 其实那个市民对象 最主要是 没有二支糖尿 没有二支血压膏的市民 所以我们有九成的市民 都是自己家庭医生 跟进的 我们是觉得是好的 很好的 好啊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会 回来继续谈谈 就是万病共治计划 可以怎么改善 有没有机会可以扩大 那个西茶种类的 继续星期六问集的时间 关于基层医疗服务方面 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打来1872311 继续和我们直播室的嘉宾 就是基层医疗健康专员 彭非洲医生 带出去社区 有没有打算是 发展这个方向 就是为什么会很困难 我们其实是有长远 在看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 也有一些公司的协助计划 包括普通科门陈的 公司的协助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 和我们现在 都有很多可以 重新 叫做检讨 和看看将来 会不会有一个 合并的做法 其实这个是 建立一个 医疗局和社区 医疗网络的一个 叫做 大家怎么去合作的 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在 研讨的过程里面 一定是检设 今天的社会 社区网络 是否足够去应付 第二就是 那个市民 对于我们的计划 是否接受 满意 才可以再走下一步 刚才说到公司型 医疗系统 如果要连接 要紧购的话 那是否要把大部分的病人 的资料 要透过医健通的相连 如果要做这件事 做好基层治疗 要怎样去配套才可以做到 其实今天来说 在那个 电脑资讯方面 已经有 那个资料分享 只不过 我们在上面 再加一些 相关的运作系统 令到它更加 流畅 所以在将来来说 我们觉得 我们最主要 在服务发展方面 要有一个 资料系统去支援 令到两边互通 这个是我们最终要做到的 另外就是 卫生署 譬如有疫苗接种计划 大腸癌西茶计划 和探讨社区药物明察 或者社区药房计划 有没有机会 可以整合到一个 共通的平台 要做这个平台 要怎样做 还有那个好处是什么 是 现在来说 我们其实 在那个 新冠疫情之间 大家都看到 我们在那个社区方面 如果真的提供 一些疫苗注射 其实好像要特别 建立一些 新的注射站 或者疫苗注射站 等等 但其实 如果基层医疗 那个 网络成熟 其实 我们可以有 那个 家庭医生 或者是其他的 专业人用器 提供相关的服务 其实是令到 现在的运用更加好 现在当中 我们看到 其实在卫生署下面 有这些 疫苗注射计划 我们现在 积极探讨 如何利用 我们的 基层医疗服务網絡 去做好 这件事 因为本身来说 我们在那个计划 在不同的方向 是在用计划来落实 但如果你想真一层 其实基本上 它是一个 个人健康计划 现在每个人 在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时候 其实应该接受 什么疫苗注射 在什么年纪 应该做大腸癌西茶 应该什么时候做 子宮颌癌西茶 等等 其实这些是个人健康的 推广发展 所以就着基层医疗 如果我们以一个 市民在那个 早预防 早预防 早发言 早治疗的概念下 做 其实是比一个个计划 令到市民 好像周围去找 是更加好的 所以我们都会 在积极探讨 如何在这几个计划里面 慢慢就 立入我们的平台 说收钱 收费问题 现在万病共折计划 政府资助 政府资助了部分医疗费 参加者 首试给120元 其后治疗阶段 政府建议 共付额为每次150元 患糖尿病 高气压的人士 每年还有六次的资助诊证 现在这个收费 会不会将来基层医疗会参考 其实这个收费 收费模式 是的 没错 其实在现在来说 我们发觉 在那个资助 如果我们用一个 譬如 一个 慢病的概念 我们不是说 特别针对某个疾病 而是慢病 基本上都是需要 一个检查的资助服务 或者是药物方面的资助服务 甚至是其他 各个医护人员的资助服务 因为他都要提供相关支援 譬如你说 市光Ca帮他照眼底相片 又或者护士帮他做一些 身体健康生活习惯改变等等 其实这些资助 其实等市民 是和这些资助服务 一个共负的概念 是令到市民有一个责任 觉得自己都应该付出更加多 令到自己更加健康 更加有高质素的生活的长寿 这件事我们是想 在这次的计划里面 透过我们发觉 市民其实都受落 我亦都觉得 在各个私营界别 去接受这些服务 亦都是他们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我们觉得这个模式 是会继续推行出去的 但是有什么 将来你刚才提过 刚才说糖尿病 和买高血压症 将来牵涉很多不同病 有什么方法 可以客观来定 一个合理的收费 既是鼓励到病人去参加 去看病 但是又不会阻止私人的经营 令到你有压力 其实都挺难定的 是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都透过业界的回归 知道其实他们本身来说 对于这个反应 因为这次你看到我们的资助 是一个固定的资助额 亦都是一个 我们叫做 共付费是一个 不是固定的共付费 共付额 有时候大家 譬如我们有个参考价 例如150元给家庭医生 大家看到大部分 75%的家庭医生 都是选择以150元以下 作为他们的共付费 当然也有些个别医生 他会用高过这个 共付额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 都是市民的一个选择 因为某些医生 可能跟他很相互 而那个医生本身 他都觉得他是想收 共付额 我觉得对于市民来说 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将来的做法 都是说 其实你和我们政府的资助 我们也有个参考价 接着市民是选择 他的家庭医生 或者选择他的服务的时候 他可以考虑相关的跟进 另外如果参加者 将来很成功 很多人不参加 人数一直加 会不会逐年的资助 成为沉重的医疗的开支 医疗变成为公营医疗的负担 会不会 其实大家知道 香港是一个人口 极致开始劳化的社区 其实未来的日子 我们将会有增加百多万 六、五岁以上的人士 亦有慢性疾病 亦有新的慢性疾病 都会多百多万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以今天的医疗系统 其实在应付这个 我们叫做double 他的负担 其实都要考虑 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 选择 可以支付到一些部分 自己医疗费的市民 可以选择在私营系统去治疗 而都腾空了很多公营系统的名额 给一些弱势社群接受相关的服务 我想这是一个新的策略和方向 我们都希望朝着这个方向 给市民一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另一方面 公营系统也可以应付到 未来可以遇到的新的负担 关于计划涵盖 慢性病的种类 或是西茶范围 短期内有没有机会可以扩阔 例如骨疾疏松又行不行 月形肝炎 有些意见 甚至全民身体检查 或者中医服务 这些是否都是考虑范围 其实在政府资助任何一个计划之间 一定要考虑它的证据上 是否真的有相应的得益 而本身来说 有一些都是叫很个人化的想法 这是随着市民要考虑清楚 如果去做这件事 是否一些过度的策划 还是一个应该要做的策划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其实是做出一些建议 我们现在正在设计 我们叫做健康人生计划 其实我们希望市民知道 自己在不同的阶段 应该是接受哪些服务 有了这件事之后 我们是逐步逐步落实 就是说 如何扩大 扩大多少 这是未来那段时间 是一个很积极去考虑的做法 但是我肯定的是 慢病一定不只是糖尿血压 我们在未来 只会不停地去看哪些 加进去 使民有多一些知识 以及提高自己的健康 刚才医生提过 有75%的医生 都是收150分以下的 另外有没有留意到 有没有医生收得过高的呢 有没有情况 我们其实有个别例子是颇高的 不过我又觉得 那个是我们叫例外的医生 而我们都发觉 其实去找他市民的人数 也不是很多 但是所以我又觉得 在整体来说 譬如超过九成的家庭医生 我们都觉得收费 都是我们预期之中的 都尚算合理的 在那个计划 譬如改善更加好 但譬如也有一些组织 关于慢病共治计划的意见调查 就发现72.8%的基层市民 就未听过这个计划 在了解计划之后 有七成六的人就希望可以豁免 百二元的检查费用 组织就认为 这个调查结果的反映 就是现在参加的人数不够多 又或者宣传比较离地 怎样看这些意见 我们都明白 其实这个计划推出之后 其实都约细水群的市民 都很留意这个计划的发展 那我们在那个未来的时间 我们知道在公营系统里面 这个属于预防的工作 今天公营系统在这方面 是做得不够多的 我们在基层医疗署成立之后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重新定位 一个基层医疗服务 在公营系统里面的角色 我们当中都要加入预防性的工作 以及措施在基层医疗方面 所以我们会看看 在未来的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年初 看怎样将慢性疾病的治理计划 摆进一些普通科文诊 专给一些弱性社群去做的计划 这个我们到时如果有详程 就会再公布 接下来全港18区都会开设 基层的医疗护士诊所 其实这个护士诊所的功能是什么呢 又和现在医管局的综合模式的护士诊所 所先度计划有什么分别呢 彭医生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好 其实在社区 其实大家知道 私营方面的护士诊所 其实是不多的 亦都在公营系统里面 我可以说 在基层医疗的护士诊所发展 也都不是很全面 因为大家知道去到普通科门诊 其实不是有一个很全面性的护士诊所的服务 而它的服务范畴 也都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 所以我们都很想 就是说在这个未来的时间 通过无论在公营的普通科门诊 又或者在社区的康建中心 和我们将来购买的护士诊所 我们会来定他的工作范畴 然后提供最主要的就着市民 譬如如何长期在一个家庭医生那里跟进 应该有什么计划 在什么年纪应该做 他都会提醒市民 也都教导市民 其实平时如果他真的有肥半 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饮食 或者是运动等等 所以在这方面 在护士诊所发挥更加多的效用 刚才说的很有用 但现在看回公私型医院的护士人手都不够 如何评估 现在再要搞护士诊所 护士是哪里来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以前我们最主要以专科和医院的运动模式 其实大家知道医院是24小时运动的 其实我看到社区也有很多护士 或者是一些专职人员 他最主要没有把他的时间 放进去基层医疗的工作范畴 有时候当我们发展出 专业方面的发展 比如基层医疗护士 或者基层医疗的一些专职人士 我们其实是想更加多 就是说在社区里面 现在在做不同其他工作的人士 都走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比如我举例 今天的药仔司 其实在社区里面 其实他未必对于 我们基层医疗 在发挥很大的功能 将来我们都会发展这方面的网络 令到更加多的专业人士 加入我们的行列 其中一个方法 是否考虑去采购一些 私营护士的诊所服务 可以扩大这个网络 没错 这件事在今年 我们已经出了标书 采购一些私营护士服务 但是在这个服务走进来之后 我们在康建中心 才发展相关的服务范畴 令到它有一个规定 有一个准则 然后再通过这个准则 与私营护士服务结合 变得可以给市民更加多的选择 但是譬如有些说法 就是不应该把重心放在康建中心 譬如说 如果是差不多100万个 糖尿病患者或高血压的市民 如果集中在18区 18个康建中心提供服务 无论人手或偏配各样 其实都不是很理想的 有没有留意过 会不会有引起这些问题 譬如他们想做一些西茶的市民的效率 是怎样的呢 其实在康建中心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因为当市民对某些计划 或者健康计划 需要知道更加多准确的知识 其实康建中心是提供很好的平台 但是我们知道整个计划 其实最终目标是想市民 提高自己管理健康的意识 所以在电子平台方面 我们都会有一个发展的方向 就是有个人通过医疗户口 我们知道在那方面 如何令市民 当他们知道自己 如何管理自己健康 其实他们自己 已经可以找到相关服务 然后再去到 就是说其实很多护士诊所 或者是一些专业民事加入的时候 其实那个计划 本身和家庭医生的一个管理 都是一个很有效的作用 就是他未必说 康建中心是每次去的 当他自己已经懂得管理自己的健康 他的家庭医生 又给到他的健康建议的时候 很多市民自己都能够 可以自己处理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见到很多血压高的市民 其实他本身来说 对自己的身体已经很熟悉 他知道自己应该何时量血压 何时应该控制自己的饮食 何时做运动 何时做健家庭医生 其实这件事是个人化了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未必一定要很紧 其实彭医生现在看回 目前香港全港地区的 康建中心的人数参加 现在我们已经去到26万 因为我刚刚加入卫生局 我记得大概是9万的会员 现在其实去到26万 我觉得那个增幅也是我们的预期之中 我们当然说 其实为什么要有个会员 最主要我们想在社区建立网络的时候 那个市民的同意 将它的资讯 在不同的服务提供者分享 这个同意书是很重要的 再加上我们那个地区康建中心 其实它是想跟进那个市民 所以这个跟进 因为你是家庭医生 可能你做了一两天 其实有些事情可能可以做得好些 可以做一个提醒 做一个指引 让市民准时在50岁 就做大腸癌西茶 准时在平时应该要打预防针的时候 要打疫苗 所以这些是一个 我们在那个计划里面 是给市民一个 我们叫做个案经理模式去进行 26万这个数字 足不足以可以达到 促进公私营协作这个目标 这个合作目标呢 我又这样看 我们当然那个上限 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上限 在那个会员制 那我们希望更加多市民参与 成为我们会员 我们是通过教育 个人发风险评估等等 去令到他们的健康水平提高 那我们当然将来更加多 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公私营有更加多协助的时候 其实普通科门层 都提供相对服务的时候 其实这个会员制 我们会再重新检讨 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更加多人帮忙 其实我们会员 可以得到服务更加广阔 怎样是什么方向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 在公营系统里面 发展预防的工作 其实就是说 有些弱势社群的市民 他本身都要做预防工作 其实都是一个会员 因为他没有病的时候 他不会看医生 但是如果我们发展一些 比如说在普通科门 发展一些护士诊所 其实那些护士诊所 可能连弱制社群 他们本身平时的健康计划 他都要照顾的时候 都需要一个会员制 另外其实在精神健康方面 都非常之重要 未来今年第三季 地区康建中心和康建站 就会事行精神健康的服务 其实会涉及几多间中心 那个服务 包括不包括 去识别一些 可能有精神健康需要的病人 高风险的人 发现了会怎样跟进 我们现在这个计划 在今个月就会有落实 我们最主要是 跟两间专提供精神健康 和提供低密度的心理健康治疗的机构 就是新生会和香港心灵 和我们地区康建中心合作 我们首先在三间测试 就是元朗屯门和东区 我记得是 本身我们会在那个服务 做一个先导计划 然后在市民 如果我们看到他有情绪 就是针对一些情绪焦虑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情绪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做一个检视 然后做一个适应的分类和风险的检视 然后就做一个相应的转介 当然就是当中我们到底可以 大致上我们可以 希望处理一部分的市民 是我们加入了地区康建中心的市民 去做一个处理 而本身整件事的详程 我想是当我们落实的时候 会再跟大家公布 或者说多一点 比如大家都知道 医管局的精神科门诊 那个稳定新症的轮廓时间 其实都已经比较长了 就是会不会令到 找到出来的患者 还未可以及时得到协助呢 就是会不会考虑接驳去 比如私营服务 那样又行不行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知道精神健康 其实大家都讨论了很多日子 其实是不容易处理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地区康建中心 我们是作为其中一个 就是发展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会看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最紧张 最主要就是针对一些 早期的一些情绪控制和管理 所以在那个角色方面 和整个专科发展 和一个社区精神疾病的处理 是未必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和大家 沟通的时候 会讲讲我们的角色和定位 现时在一些非政府机构 就营运的一些社区药房 那基层医疗署 会不会有意统筹这些药房 要期望药制师 在基层医疗里面 发挥什么角色呢 他们可以 是不是可以做到 咨询服务 那些咨询服务 可以适合什么市民呢 其实在那个 整个药制师 药制业 和社区药房发展 我们知道 在外国成熟的 基层医疗发展的国家 其实他们发挥的功能是多的 我们其实在香港 其实在今天来说 他们的角色比较模糊 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他们应该做的 所以在药制师来说 我们首先先 他们都很感谢香港药制业 和那个毒药管理局 其实他们已经制定了 药制师持续进修计划 那我们也和那个 在我们下下 都有一个小组去讨论 其实是一个社区药房的 一些准质标准 和他们应该提供服务的范畴 通过这两个发展 一方面我们可以将药制师 纳约基层医疗指南 来定一些他们的工作范畴 和他们有什么相关的培训 令他们可以做到 社区药制师的功能 另一方面 亦都有一些 和我们知道 财马会也有一个 若见同心的药房计划 其实那样东西 我们会来定了相关的标准 即是一个社区药房 其实运作上 应该合乎哪些标准 才能提供相关服务 两者一起 我们其实 基层医疗署会 做一个统筹 令到这两个发展 是均衡发展 而提供相关服务 给市民之外 基层医疗也要建立 与家庭医生 与我们护士诊所 与空间中心的联系 令到它变成一个地区网络 最后一分钟 我们关注一下牙科服务 其实现在市面上 九成的牙科服务 都是由私家提供的 即是市民接受这方面的服务 基层医疗署短期内 会不会 都不会有太大的参与角色 比如 学童保健计划 会不会由基层医疗署去负责 是的 不会的 暂时 都是属于卫生署 但我们现在 其实它有一个 厚康健康和牙科护理的工作小组 其实那个工作小组 在今年已经积极出了一个中期报告 亦都会在 将来的时间出完成的报告 其实我们最终先来定了 什么叫做基层医疗的牙科服务 或者是 厚康健康是什么 因为在牙科服务发展 全部都以专科为主 或者是治疗为主 其实这方面 是未有一个清晰界定的 本身他们的整个发展 我想要就着那个 工作小组的报告 再进一步讨论 好的 今天谢谢彭非洲医生 就是基层医疗健康专员的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